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直到现在也依然是每天只有一趟列车经过这里 也就是往返于浦阳与郑州之间的普通列车 不过别看这里非常荒凉 但它却属于是一座二等站呢 虽然说对于这种情况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但其实这也算正常 肯定不是每一座车站都非常火爆的 而且虽说客流量比较少 但是它的存在也是有一定的价值 也是一样不可或缺的 那么对于这座车站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